在贵州镇安县金钟山的大山之中 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 到底是什么人还留意在这与世隔绝班的地方呢 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大家好 现在我已经在这大山之中了 从金钟山那儿下来呢 有一条毛路 但是通不了路啊 只能是步行 我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吧 现在要开始走小路了 小路大概可能也是一个小时的路程 走吧 可以看得出来啊 就像这条古道的话 以前走的人也是挺多的 时过境迁啊 山里的人都有搬出去 所以说呢 现在看起来就比较荒凉一点 现在这一片森林之中啊 我感觉就是我一个人呀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动静 金钟山这一片 山林里面的植被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方竹 也这么多 野葡萄啊 猕猴桃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珍稀植物啊 包括还有很多那种国家级的珍贵的动物 走在这一片寂静的森林之中 什么感觉 风吹草动 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啊 胆小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太敢来走啊 我是真的特别佩服这些采方竹笋的 背着竹笋要在山里面逛一两个小时 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采竹笋留下的这些壳 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走下来 那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废弃的房屋 下边有一些绿色的那个铁皮 应该是养风还是干嘛的 这个房子呢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 周边都是这个小山帮给包住的 这地方就是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 我们不从空中来发现的话 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人居住的哈 这里是很宽阔的一片平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空中不大感受得到 但是你来到这里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平坦的地方 整个这个平坦的这个面积 可能有好几十亩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一直下去呢 那边就是悬崖峭壁 它这里呢相当于是你看 两边的山几边的山都是包裹的非常的好 然后正好呢就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 可能以前它不止一户啊 那么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搬走了对吧 像那个后边呢也看到还有一个废弃的房屋 包括这个山上呢 我们看到也有一个废弃的这个房子啊 然后看到没有这些石头上 全部摆放着这个绿皮盖住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养的蜜蜂啊 养了好多 我们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哈 这一户人家呢 他们在这里呢就是养蜂 主要是养蜂 不知道有没有搞其他养殖 然后因为这里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呢 都是没有种的 全是荒在这里的 所以呢并没有在这里种庄家 估计就是牛叔在这里搞一些养殖什么的 前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家哈 去跟他闹两句 吃饭没到啊老人家 有他们两母子在这里居住了哈 然后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在这里养蜂吧 这个地方整个看起来真的是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 像这个老人家他说他已经90岁了哈 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出过山 所以说他讲话跟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我都不太听得懂 我想跟大家重点说的就是这个地理环境 真的是非常漂亮 感觉以前像是住那个妇人的地方啊 整个这里山形围得非常的好 它就像一把椅子一样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岔口 正好可以看得出去 刚要离开的时候 正好遇到大叔回来啊 就跟他闹了几句 他们这个地方呢 原先呢是有五六户人在这里的 后来呢全部都陆续搬走了 我问他呀 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多久了 他也说不清楚 反正是好多代人了 那么目前他在这里呢 就是养了有差不多一百桶的蜜蜂 养了二十多只的羊 蜂蜜呢差的时候都可以收个几百斤 如果说正常情况下 每年可以收上千斤的蜂蜜 哇你们算一下 这个每年最低的收入应该是超过十万的 很多人说住在大山里面 赚不到钱 你看大叔他们两母子 是吧 隐居在这个深山里面 养风种菜 自给自足啊 竟然每年呢 还有个十万块钱的结余 雇着这般隐私的生活呀 还能够有钱挣 说到这儿啊 很多朋友可能都按捺不住 你们是不是蠢蠢一动 也想隐居到大山之中呢 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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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啊